Hello 他換了衣服啊 一個星期又來到星期五 這個是另一隻 換了衣服 換了衣服 每一套衣服都有一隻 來到星期五 又是我們grade 1的打琴 最後一天 今天會跟大家講兩首solo 的樂曲 前兩天就跟大家講了三首都是半週的 今天就講另外兩首 書裡面沒有半週solo的歌 還有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有什麼不同 記得留意一路看下去 好新歌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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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我不是像你那樣的 這邊才是一級 好我先拿個半週譜 你拿個半週譜來做什麼 我又犯了同一個錯誤 上星期又拿個半週譜來看solo 放在一邊 solo第一首 嘩 有十六分音符啊 長很多 但你有十六分音符都沒用 你看速度 速度是64 等於一百二十八 如果你開半拍的話 跟我們 星期三說最快的solo 其實差不多 但見到兩畫會比較害怕 我覺得不是會比較害怕 而是會 因為你跟他說這個是快一點的 他就會 就是 只有超快 和慢 沒錯 沒有一個叫做 in taste的 我發覺這個是一個問題 很多小朋友 跟他說 你見到這個 就是讀士多啤梨 所以就快一點 但一拍裡面 你要放蘋果 就慢一點 總之你解釋完一段 究竟一個 所謂的 四分音符、八分音符 和十六分音符的分別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見到十六分音符 就會將它縮短 但是見到一個 四分音符 就會無限拉長 是完全不明白為什麼 但其實你一直都是跟他說 你數著 1 2 但不知為什麼 3 2 4 5 這是什麼現象 小朋友 Well 數拍子 慢慢 我覺得小朋友 沒理由一開始 他就懂得數拍子 那個理由很清楚 我覺得 所以 我覺得慢慢 增加 所以 學 靠擊 學什麼樂器 都會有這個情況 都會學習到 就是 對於空間 那個 Division 那一件事 我覺得很多人 其實學音樂 為什麼要學音樂呢 其實不是真的學過音符 學過節奏 其實我覺得 可能是真的說 你的邏輯推理 對於 空間 的一些 那些 Division 這些東西 都會訓練到小朋友 不過我其實都 都好玩 都有趣的 小朋友都是 那我也明明的 為什麼我媽媽 我小時候 為什麼要我學烤擊呢 其實因為我鋼琴鼓師呢 我的字質太差了 哈哈 她真的老過去說 你的字質真的亂了 你數一贏 二贏都想死 所以 我媽媽就這樣 你去 你去學烤擊吧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學烤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小時候 我和我哥哥 我哥哥 就去了音樂事務處 以前叫音筒署 就學丹王館 然後我媽媽也想我去音筒署學樂器 那我見哥哥學丹王館 那他就打算叫我去學丹王館 其實本身 那我一走進去 那我面試那人跟我說 我那時候只有五歲六歲 他就說 你的牙齒還沒生齊 你不能夠吹樂器 然後他就不收我 哈哈 然後再下一年 我媽媽就說 那你學烤擊 不用那些牙齊了吧 所以就選了烤擊 哦 小時候是這樣開始的 但其實你覺得 一個幾多歲的小朋友 可以開始學烤擊 蛤 在你的角度 你說這些烤擊 還是她真的學打鼓 打琴 打琴 不要為考試 就是這樣說 學烤擊 其實學烤擊 我想真的很小時候 都可以開始 就是最基本 去分辨 四分一符 八分十六分 或者我們叫橙蘋果 士多啤 這些呢 其實我覺得很小時候 已經可以 build up他這個 這個 logic 那我很小時候 三四歲 我覺得 就是 只要坐得定 甚至坐不定 就是只要能夠投入 做到一件事 只要懂得聽 就是懂得聽 然後做出來 就行了 我覺得是 可能兩三 三四歲 三歲 或者是 開始接觸音 其實我覺得 敲擊樂 就是講打鼓 其實是一個 學習音樂 不錯的切入點 我覺得 那你學打鼓 你不用看音 嗯 都是我們現在講打琴 打琴 就是看的音 相對鋼琴是怎樣的 其實相對 不是就是鋼琴 其他樂器都是 相對都容易的 因為我 過往有經驗 就是說 有些朋友 會跟我來 學包容管 甚至學童管 就是小套 大號 那些 他說 其實他的手掌 按得對 但因為他太小 他不夠力 嘴唇不夠力 或者 各種東西 他不夠力 他做得對所有的東西 但出來的聲音 都是不對 反而令到小朋友 難學 會有一點 所以 但是敲擊 不會是敲下去就是有聲 不敲下去就是沒有聲 沒錯 那我覺得相對都會容易 還有我覺得可能 就是 你剛剛學 你不一定要馬上 真的拿到鋼琴 就是可能 拍一下手 玩一下節奏 其實我覺得 小朋友覺得會好玩 嗯 有些動身動細 小朋友最重要就是 動身動細放電 還有我覺得 我另外一個 為什麼我當初 會選敲擊 不選鋼琴 就是因為鋼琴太靜態了 如果我真的要練三個小時 我要坐 三個小時 很辛苦 但如果你打敲擊 你可以動 就算你打得下 動來動去 就算你打到木琴 你從這邊掃去那邊 都好玩些 而且容易發洩 我覺得小朋友最重要 就是要發洩 發洩 你生氣 發脾氣 不喜歡 就一下子打到鼓上 不是那麼好 但是不要打電視 我寧願要打到鼓板上 你也不要打人 不要打其他東西 所以我都覺得不錯 不過我們今天要講一下歌 好 講完我們學習Hall Kick我的過程 講一下歌 好 第一首 講一下這首 Trix 我剛才講了 講了嗎? 講了不是很快 我們是講一下這個十六分音符 就扯了一個 學習這個 不如我們先試一下首歌 好 開片 多久 我剛才會找到一個 請問的 做個階段 又是看電話 我剛才會找到一個 我先試一下 我先試一下 開片 開片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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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影片回來 這首歌真的和慢慢的 但又跳跳扎扎 唯一不滿之處就是 這首歌真的不好聽 好奇怪 在整體的Cinnitus 好聽程度來講 其實 這個星期一星期三 講的三首歌已經算是比較好聽 即是 今天要講的這首solo 在好聽來講 不是那麼好 好吧 我們看看下一首 Smooth 他有三個O 他有三個O在中間 所以是很長的 沒錯 要三次重要的 其實我發現很特別 這兩首solo 都是一個sharp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因為一級要學的scale 就是一個sharp和一個flat 再加一個c major 沒有sharp沒有flat 就是一個sharp的major minor 一個flat的major minor 包括了在這個 所以其實他選歌 雖然很難聽也要選這首 就是因為他懂的scale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個很好 他會令到你知道 原來scale不是一樣 額外 或是很辛苦一定要練習 而是為什麼我們要學呢 原來scale在我們現在打的歌裡面 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概念很好 就是不像以前那樣 其實我不是很肯定的 但這個就很明顯畫了給我聽 嗯 這首smooth 我留意到 他和舊Cinemus的其中一首歌 是很相似的 那個structure也是很相似的 那首叫做什麼 什麼matcha 那首叫做 哪一首啊 你快去找一下 我找一下 讓我看看我能不能想起 很相似的 那個structure 各樣東西 但這首其實也算慢 它82 但主要都是一些 現在11級跟它差不多 主要都是一些8分音色 這一本就是舊Syllabus的grade1和2 哪一首很相似的 這首呢 那首叫做 這首 不是不是 這首 是不是 是不是不是一級啊 是一級的 Anyway 我覺得好像是這首 Man of Heart 因為我覺得它的structure 是相似的 頭兩行呢 是相似的 跟第四行也是相似的 你看到嗎 頭兩行 頭四個bar 第二四個bar 是相似的 這個有點不同 然後最後 又翻回去一樣 這個不像嗎 這個是翻回去一樣嗎 啊 啊 這樣也不一樣 那它八個bar 你應該看 這裡一 去二 然後中間不同 對 我覺得有點相似 這個 所以其實這首不難 嗯 是的 其實它這個 我覺得簡單 就是因為 它每一句 有一個不同的dynamics 嗯 不像之前那樣 可能只有兩個 是要做一個佔大 佔小 但是主要 大部分 都是每一句 是一個不同的大聲 所以如果小朋友 通常我們叫它 回家練習 練習一行 是的 那這個就可以一行 是一個phrase 沒錯 就不會說這一行 是去到那個phrase的中間 沒錯 就好 對 看吧 試一下 打琴 好 又回來了我們 是 真的喔 相對簡單 我覺得可能五首歌裡面 不要說五首歌 兩首歌裡面 這首是相對簡單的 我覺得 又短一點 這首 入門一點 不錯 所以我覺得呢 是真的 例如五首歌 有三首是伴奏 沒有伴奏的兩首 是真的會相對深一點的 我覺得 有伴奏的那些 打那個是會淺一點 但是就會是把那個技能 去了夾伴奏的位置 沒錯 所以都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在選擇歌的時候 看看你想 是選擇了SOLO那兩首 會深一點 其實不是深一點 只不過是複雜的 還是選擇有伴奏 那個債就要跟伴奏合 真的 我覺得一級呢 最主要五首歌 我們講到這裡 都差不多了 總結一下 有伴奏那些是好聽一點的 沒有伴奏那兩首 是比較沒有那麼好聽 沒錯 OK 然後在難度上面 即是說考生 打那個難度上面 有伴奏那兩首 會難一點 嗯 都是那句 有伴奏那三首 好聽一點 沒錯 好 記住你們練完三首歌之後 不要想著 好厲害我考得試了 記得練Scale 記得練Scale 那Scale我們可以很快看看 好 看看Scale 今年做什麼事 就是我剛才說的就是C Major 然後就是我們一個Sharp一個Flag的Miner 基本上跟你們的歌一樣 就是一個Sharp一個Flag 和沒有Sharp沒有Flag 但我發現這個Requirements有一點不同 就是我們現在是沒有了 如果你們有考過舊的Syllabus 是有一樣東西叫做 Crotcher Beat on Tonic 但現在是沒有了 現在只有一個考法就是 Hand to Hand Even Notes 即是什麼 Hand to Hand Even Notes 即是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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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上去 就算是兩個Octave也不用重複 是不是很好處? 很好處喔 即是打錯的機會低了 對,低了很多 通常我發覺打到第二次就開始 集中力走走的 沒錯 好,其實現在我們比較的話 Scales是容易了 在這個Station 沒錯,Pedros也是打一次 容易了 即是小朋友 例如他的母語是廣東話 所以價錢 你要去聽Croat 出邊按通力 還是Even Looks 其實他都會想一想 其實他不會真的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 沒錯 Croat 那個 不是Croat 那個 不是那個 不是的,有學生跟我說 一個是長一點,一個是短一點 Croat 出邊按通力 Even Looks 長一點的那個就是做橙 沒錯 短一點的就是這樣打 全部都是蘋果 有趣有趣 對,容易了容易了 所以 結論就是 Scales 容易了 嗯 在Grade 1來講 但那些歌相對他們是難了 歌相對他們 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特別難了 我覺得差不多了 是嗎 Anyway 總之就是一級就是這樣 沒錯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那就 Like我們的Facebook Follow我們的IG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這些影片 都是會放在Facebook Page 以及YouTube的頻道裡面 所以記得 現在很熱 你還穿著這樣的 冬季 你也穿著衣服 那這裡有冷氣 好了 下個星期 Grade 2 再見 8點半 星期一三五 拜拜 拜拜